因为我是一个做卫星地球观测领域的科技工作者 那么大家都很切身感受到 随着全球变化带来的这种自然灾害和极端灾害的越来越频繁 那么面对这种情况下 我们对灾害的防御怎么办 灾后的重建怎么办 所以我提出来的一个建议就是说 一 我们要把防灾减灾跟生态文明建设 和应对气候变化作为三位一体的这种整体设计 来加入到这种国家的大的战略当中 这样的话从灾害的监测到预警到灾后的重建 能够一条龙的全链式的服务监测 第二个就是我希望政府能够在政府主导下 借助市场的力量 在大灾难发生的时候 我们能够尽快推动聚灾保险法的立项 这样的话在灾害发生以后 我们可以改善目前我们当一的 依靠政府和全民来救助的这种格局 借助市场的资本和力量 能够更好地帮助灾后的重建工作 另外我也特别希望随着中国越来越强大 我们对全世界各国要尽到大国的义务 所以我希望在世界货币基金组织的框架下 能够中国来牵头和主导一个全球巨债的防御基金 这样的话我们不仅仅能够集合中国的市场力量 我们能集合全球的这种市场力量 各种资金的来源建立一个类似世界银行的概念 这样的话实现真正的人类命运共同力 一方有难八方之源 在其他国家遭遇到拒灾的时候 我们利用这种国际性的防御基金 来帮助他们开展救灾和灾后的重建工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